自从许志安和黄欣颖两人双双出会之后,黄欣颖、许志安、郑鲜文、马国民四个人的情感装扮,就一直被受关注。 然而,对于和黄欣颖的感情,马国民除了为他说句好话,让大家对黄欣颖多一份包容外,之后一直选择逼而不谈,郑鲜文则明显已经原谅了许志安,再加上黄欣颖赴美国,这件风波也渐渐落下帷幕。 而在此期间,马国民一直在拍摄新剧,每天都需要赶到片场,因此难免受到港媒的骚扰,尽管马国民回答问题时游刃有余,却也不免真心流露。 就在五月二十四日,港媒报料称在采访马国民的时候,对方一位声场地表示,以后找女朋友不会找港女了,一次暗示自己已经和黄欣颖分手。 在采访中,马国民还感慨,自己现在最需要做的,就是努力挣钱,有钱了才会有安全感。 记者问道,是不是男人有钱,才会有女孩子喜欢? 马国民回答,和这个无关,因为钱财过。 来的女孩子要来没意思,钱是用来保障自己的。 可见黄欣颖出鬼事件之后,马国民虽然表现得很不在乎,还在为黄欣颖说好话,但最终却透露出自己真正的想法,而且明显被黄欣颖伤得很深。 从采访中能看到,马国民在面对情感上时,有些愁与惨淡之感,不过黄欣颖明显没有这些困扰。 尽管此情感没曾爆料称,黄欣颖伤心到蹲在家里大哭。 然而,近日黄欣颖晒出简美自拍照,这片中黄欣颖都不在乎。